我给你写了姓,写了两个月,我想问一下多少费用,请你不要挂这个,给我回答一下,你挂这个地方,我现在听过一句话,这个 费用,哪方面的费用,您提的 蔡先生,这个电话断断续续 好,请您再试一次,那刚才这位先生的那个电话,听不清楚,那我们再来试一试,下一位听众和观众,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请讲 是我吧 请讲 你好,我是第一次能听咱们的节目 我现在每天穿着游泳 真的,我晚上睡觉可能比较晚了,感觉有点,白天的时候有点困 喂 请讲,您的问题是 我第一次参加不知道该怎么,一些什么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嗯 就是我平常每天都早上去游泳,起得比较早,大概六点,六点左右起船 嗯 游完游泳以后,可能白天晚上睡觉睡得比较晚一些 再十一点左右 嗯,那一定 那好,刘先生,那我们就说,嗯,他这样的睡眠够不够 嗯,我感觉刘先生啊,嗯,他刚才说他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十一点才睡觉 那么起得早的话,那我大概想象到,刚才没说,你没说五点钟,六点钟起来 他说六点,六点钟起来,嗯,那就是说七个小时 嗯,如果是一个一个一个成年人的话,当然人和人睡觉的时间不一样 有人睡觉时间非常短,六个小时可能就足够了 有人睡觉比较长,像我,我每天至少睡八个小时才能 嗯,所以对这个刘先生很可能他属于我这个类型呢 就是说七个小时不够 嗯,所以他感觉每天比较累 但是呢,早上起来,这个 游泳,每天去游泳 我可以告诉刘先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你应该坚持,对 每天去游泳,但是呢 争取早点,晚上早点睡觉 这样的话,既很好的恢复 同时又游泳,这个对身体有很好处 这样的话,对延年益手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嗯,所以这个 睡眠的时间呢,就是也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也许六个小时,有的人比如像您说的可能要八个小时 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这个应该跟人的这个先天的 这个当然现在就从科学的角度上 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现在我们美人又美人的生物中 那么现在的生物中的基因 现在也被扣出来了 但是呢,具体这些生物中基因 对我们身体的调节 究竟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还不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人就像刚才说 睡得短一点就可以 睡得长 有些人就要睡得很长 有人起得早 有人就是一定起得晚 所以有人说是这个早起的人 晚起的人 像我,我就属于晚起的人 你要说我要早上起来 一大早起来的话 那么然后睡七个小时 我这一天就完蛋了 有的人可以是猫头鹰 但是做不了这个爆小的这个攻击 对,咱们就是一个叫什么 白铃鸟和猫头鹰 猫头鹰 我是猫头鹰 所以并不是说那个早起 就以前一直认为早起是美德 现在但是也要根据人的 每个人的那个 对,就是应该过去说是早起早睡 早起早起 那么这是对这个白铃鸟说的 对这个猫头鹰呢 应该是晚睡晚起 对,对 好,谢谢赵先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下面是安徽的文先生 文先生您好 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想请教大夫啊 就是说这个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男性肥胖 他们呢也减肥 我想问一下 喝白酒到底是 减肥的呢 还是增肥的 有的人说这白酒可以燃烧脂肪 也有人说这白酒里面啊 酒精含量非常高 热量很高 喝了是增肥的 您本人对于男性减肥 有没有什么建议 第二个问题呢 现在在中国啊 患尿毒症 也就是说得肾衰竭的病人 成倍每年都是成倍的增长 他们要么有经济条件的就是患肾 要么呢 就是透析维持生命 我想请教一下 这位大夫啊 在美国据你了解 对于治疗尿毒症 有没有第三种的 第三种的最新的科技方式 因为我知道很多尿毒症的病人 非常的痛苦 他们总期待有新的药物 能够激活所谓的 已经肾衰竭的细胞 有没有这方面的科技的最新的进步 我请教一下大夫 谢谢 好 谢谢您文先生 他提的很好的问题啊 男性减肥首先 对 这个问题很好 但是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临床大夫 我是分离病子学家 就是说 我是不看医生的大夫 是个科学家 所以呢 就是说 对文先生的忠告呢 就是说 一定要听医生的 不要听道听徒说 特别像喝酒 这个刚才他说的 喝酒减肥这件事 喝酒 那么第一 大家知道 就是说 喝葡萄酒 只要是适量 对身体有好处 那么就是你每天啊 喝一杯半杯 那是指红葡萄酒吗 红葡萄酒 实际上啊 就是说 你就是喝高度白酒的话 如果你每天喝一丁点 不要喝多 半钟或者更少一点 这个增加这个血液循环 对身体还是有好处 这个关键就在于 喝酒呢 一定要适量 适量对身体有好处 对身这个心脏有好处 那么但是用来用酒 来减肥 我认为绝对不可不可用 所以是这个这个酒 刚才这个文先生也说 这个酒的能量 的确也是很大 热量也很大 所以如果想减肥的话 我的建议呢 花点钱到健身房选 这样就去出点汗 这样的话是减肥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 千万不要喝酒 或者也可以就是 不去健身房的话 也可以跑步 自己在室外 散步啊 游泳啊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对 所以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用喝酒的方法减肥 这绝对不可取 绝对不可取 对身体有坏处 不可有好处 那么第二个问题 刚才文先生问的 就是说这个 对肾 肾衰竭 那么有人说做透析 做换肾 他问有没有第三种方法 至少我现在是 我不清楚有第三种方法 因为在我们医院 也是我们有透析房 很多人都来透析 我们也有换肾的这个 我们换肾的这个中心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这是 大概世界上也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但是还刚才我说了 如果病人有肾衰竭 这是要涉及生命的问题 千万不要自己在家猜 去看医生 是 好 谢谢赵教授 那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是叶凡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威胁到男人健康的 有哪些主要疾病 那么又应该如何来应对 那您可以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我们的电话是 108108668375161 那今天在演播室的专家呢 是来自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 赵玉琪教授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河北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专家好 你好 我提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我这里 我提完了以后 你晚一会儿给我挂这个电话 我这里干扰挺厉害 实在是听不到好吧 好 您请 好 您请提问 中医就是中国医学 讲这个 就是那些出家人 讲究炼丹 就是说 从来这几十年 都没有一次性生活 你说那样 有的人活年龄很大 从现在医学上 怎么看待这个事 是不是中医讲的 那个 精化器 气化神 神环虚 那一套 就是没从来 把这个经验 能提炼 炼丹去 或者是那些出家人 年龄很大 很好 有没有关系 你们怎么认识